好 继续来关心的是防疫的部分 从3月1号开始 秋冬专案松绑的制度就正式起跑了 接下来会开放外籍人士来到台湾 接受转机服务 那么双铁也即将会在3月2号 来开放大家做饮食 只不过国门半开 再加上台湾的一支疫苗 都还没有来开打 就怕会守不住边境 现在专家表示 说其实只要按照目前 我们的防疫措施来落实的话 那民众是不用太过于担心的 只不过除了等待COVAX疫苗 台湾国产的疫苗进度 恐怕也得再加油 才能够跟得上世界 接种疫苗的速度 在国车上可以吃东西吗 不行 那会不会肚子饿 会 你怎么办 忍啊 真是辛苦这些小小的搭乘者了 忍了那么久 终于能解禁 疫情趋缓 不仅双铁3月2号起开放饮食 就连国门也在3月1号 启动了半开模式 外籍人士能有条件的进出台湾 只是多数的国家都已经打了疫苗 有了基本抗体 台湾连疫苗的影子都没瞧见 国门半开 我们挺得住吗 只要是因为那时候 有一些突变病毒的发现 我们希望能够加强边境的管制 没有明确的证据显示说 它会使得我们的检疫措施 或者是疫苗的接种 产生效率上面的问题 开放边境 就好像是回到去年下半年的时候 一样 并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 虽然防疫措施相当严格 不过边境一旦要完全开放 势必得要加快疫苗接种的速度 美国甚至打算在2022年第一剂 让学童接种新冠疫苗 你打了百分之六七十的疫苗 说不定会有群体的免疫的效果 但是国际交通如果平反的话 还是有百分之三四十的人会得到感染 他还是会有小规模的群聚感染 那个东西也是要防范 而台湾除了等待COVAX的消息 国产疫苗也得要加快 才能跟得上世界恢复正常脚步 华新闻 张震杰台北报道